就按老师们说的去调整和改变嘛 你学会欣赏和享受 它纠缠你的方式 纠缠这个词我们打引号 女生学习一下 所谓矜持和小技巧 掉一掉她的胃口 再一地一下试一试 未尝不可 不是还没毕业吗 能不能把这段时间 作为一个你们自己情感的调整期 其实如果愿意还是可以 但是不要勉强 坦诚才不伤害 不坦诚 过去之后才会变成最大的伤害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可能来这之前 没有很多的顾虑到你的感受 然后很多的你的想法 也是可能刚刚知道 反正我希望以后的话 我会写掉好工作 还有对你的这些时间 或者经历的一个关系 我总希望还是像以前一样 就是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 那些诺言不想再去失信了 然后更多地去换一思考 去给你考虑一下 我觉得这一年以来 我被迫接受了很多东西 也被迫成长了很多 就看别人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自己就是要自己一个人 面对很多事情 就有时候对我们的感情 我真是不是说有太大的决定 我是想好好沉下心来想一想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 谢谢你们 两年恋爱 其中有一年是异地 异地看来真的挺考验的 来 请关门 来吧 让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